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我觉得围棋毕竟也是个人比赛吧 还是每个人下我自己的棋就行 从状态上来讲 我觉得对方朴丁环跟党一飞状态都非常好 朴丁环我觉得还是挺了不起的吧 之前他那个齐帆棋被零峰之后 被深圳区零峰之后 这个调整得非常快 而且反而有种状态 还有种上升的感觉 确实挺不容易的 作为我个人来讲 我跟朴丁环的历史战绩 好像也是我输了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明天我也不会有什么压力吧 还是放下包袱 抱着拼服的心态去下巴 看到姜薇杰也是表达了他对这盘棋 还是感觉他的心态还是蛮好的 是的 是的 他抱着拼服的态度 他的对手因为朴丁环 虽然说之前被零比七输给了深圳区 不过他在维甲联赛里面是发挥起价 现在应该是八年胜了 我没有记错的话 对 还是挺出乎意料的 对对对 现在到此为止都还没有输过一盘棋 是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这是我们今天的比赛现场 然后因为还是疫情的关系 没错 还是采用线上 对 那么姜薇杰也是山东队状态最好的一个人 对 她们山东队有三个世界冠军 是 姜薇杰现在状态最好 所以由她来出任主将 对 应该说这个山东队能够走到今天的成绩 姜薇杰绝对是功不可没 是的 对 然后这是我们看到是其他的几个队员的对局 这是成都的廖元赫对山东的范天玉 对 也是世界冠军 廖元赫也是咱们国内可以说是 我觉得在00后里面是最有希望的一个新秀 是 所以两支队伍的成绩好 也离不开这些强大的队员们 是的 团体战 是的 小六 这是党一飞 成都队党一飞这次状态也是非常好 对 好像也是全胜 是的 因为之前好像党一飞的维甲成绩 其实相对来说并没有这么出彩 没错没错 对 但这次主场做战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状态非常的好 就一下子应该说成都在常规赛 这个一季绝成的获得投赁 对 他和朴婷环的功劳是最大的 对 两个人都是全胜 然后还有两个人就是廖元赫和古灵义 对 那么这两个人就是有时候古灵义赫 有时候廖元赫义赫 也是配合的非常好 配合的非常好 对 经常都是拿三分 选取三分 那他的对手是英灵涛八段 这位就是英灵涛 是的 英灵涛在维甲成绩其实也是相当的不错的 尤其是快喜 我记得在去年还是前年 有一波快喜的很多年胜 大家都忽略他了 是的 这个现在看到的是宝籍区的 宝籍区也是比较关键了 今天等于就会决出两支将棋队伍 对 也是非常的残酷 那现在看到的是陈子健 应该是对韩国的外援螺旋 所以也是在网络上进行 这个是廖新闻对金智熙 对 是清一对 是的 因为昨天 渠州滥科也是三比一领先 所以今天廖新闻作为主将 也是身负重任 只有在自己获胜的情况下 才能够去有逆转的可能性 对对对对 如果说他都没顶住的话 那么可能其他集盘级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大 那当然 我们丁世雄还是戴着口罩来下棋 是的 现在我们的线下进行比赛呢 就是有一点就是 如果是长期的戴着口罩下棋 可能确实对那个 氧气啊 呼吸啊 可能还是稍稍有点不太利 还是会不是最好的竞技状态 对 但是现在还是有些 其实为了那个安全起见 是的 这个也是清一队的 曹肖阳 曹肖阳今年的维甲成绩 其实还是不错的 对 在他们队里应该算是成绩出彩的了 那当然他的对手 韩英州也非常的有实力 对 这个曹肖阳 感觉好像刘老师就是 保级去这边的氛围 好像更肃穆一点 对对对 好像更凌重 对 确实是可能压力会更大一些 对 今天就要决出 那个两支降级的队伍 可以说他们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是的 那刘老师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先为大家讲解这盘 争冠区的一盘主将这样 好的 是由姜伟杰的黑起 然后朴天淮的白起 姜伟杰 姜伟杰自从上了学以后 好像 最近好像近一点的成绩 我觉得是非常的稳定 是的 是的 好像有回升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拉世界关键还是在他们这一代里面还是算比较早了 是 而且好像那刘老师说到这个其实柯杰作为他的这个学弟 好像今年的成绩也非常不错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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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我们的国手们去上学好像并不会就是影响到进去状态是吧 对 那就是我听的意思就是要鼓励大家都去读书 嗯 可能我觉得也是这两位起手做的比较好 就是能够平衡好学业跟这种训练上的一些冲突 对 因为学习还是对自我管理还是有非常有帮助 是 而且我记得姜伟杰自己也说 他说虽然说他现在可能训练量比以前会小 但他自己觉得质量上会有所支持 是 因为俗话说功夫在其外嘛 虽然这话不见得对啊 但是呢就是如果去清华读书的话 可以对自己人生的体验啊 然后以及对那个棋局的感悟啊 可能都会有点不一样 嗯 是 那我们来看今天确实也像之前姜伟杰采访所说 就本来大家觉得朴婷环被深圳旭这个7比0凌峰 很担心就是会不会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没错 但而且朴婷环自己 我觉得他就是属于自我管理的非常好的一个棋手 他还是昨天还是前天 刚刚在韩国的围棋联赛里面 对 昨天 昨天赢了深圳旭 算爆了一线之筹了 是 就是他能在0比7的情况下 能止住这个颓势 然后尤其在围棋里面又重新找回了自信 嗯 是的 所以还是非常强大 而且也是自控力很好的一个棋手 没错 对 那么他们的开局 开局这个布局应该是说在AI这个顺行里面应该算比较正常很流行的一个布局了 白旗先挂了一下 白旗先挂了这边 先挂了一下上面 对 然后黑旗尖了一下 先跳 对 然后白旗是手脚 对对对 白旗先走 对 这样的 飞旗还是选择了这个挂 对 这个挂甲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棋 当然本来如果你要说在这边 无论是走哪里 白旗这部棋也是非常大的 就是看个人的喜好 那刘老师这两位棋手的风格在您的印象里是什么 这个朴婷王肯定是比较全面的 我记得他应该也是比较稳健的 而且他跟深增训两个人都对AI这个 AI的辅助训练以后研究的非常深刻 尤其在布局 他的中盘后半盘都是 如果说你要说他特别特别突出的 好像也没有完全超越别的棋手 但是他完全没有短板 非常全面的一位棋手 就是说这样的棋手 想赢他一盘棋很困难 是 因为每个环节都很强 对对对 那江卫杰九段的特色 那他应该就是力量比较强大 攻杀应该是他更擅长的一个方向 是的 计算也很好 对 所以我们看今天这盘棋 会导向什么样的格局 然后把白棋挂 对 黑棋就小尖 挂完再分折 这看起来是好像还蛮有意思 对 然后黑棋是先选择了尖顶 尖顶 这个白棋现在是走了这一步棋 对 这步棋如果说在我们以前的时代 说黑棋尖顶是白棋 肯定是长起来了 是的 但可能现在觉得 因为黑棋已经有一个单关跳了 就不知道是不是担心可能夹击或者是其他的下方 这样的话也是就是就希望黑棋来走这边吧 应该是 然后白棋会抢一个拆边 这样就是总是因为下围棋嘛 总是有个平衡啊 你不能什么都得到 就有手有死才会有得 就舍弃了这半边 但是你也获得了两边的拆边 是的 这也是一个还是一个平衡的一个布局吧 嗯 但好像不管怎么看刘老师是不是走这个时候 其实这步棋也是很想下的 对啊 非常大 就是因为下一步棋 黑白棋再藏起来 这感觉就好像就 这个蜘蛛 对 怀念到正常的定势了 对对对 就挺完整 是 但这盘棋 黑棋还是先选择了B住这个棋子 那么白棋再把这个藏起来 对这个当然黑棋这部棋 没有选择这个 而是采取了这个B 本成也是个价值很大的一手棋了 嗯 因为白棋藏的时候 黑棋应该还会继续来这边吧 对 继续去对这个棋子施加压力 对 嗯 那么这样的话 白棋啊 再回到这个大陆 哎 现在如果白棋要拆拆回这边的话 那这边基本上黑棋就会采取这个托斑 现在非常流行的托了连斑 对 这样的话就是定型 就是黑棋站在这两条边 白棋站在这两条边 然后呢 当然都是各自还都有 不是很完整的 嗯 我也是一盘 还比较漫长的一盘棋了这样 对 所以布局可能也比较自由 就还是根据自己的喜好 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是的 因为AI虽然说有一个什么 一选二选三选 但是呢 实际上你说选到了四选五选 可能这个胜率也就波动一点点 嗯 然后反而如果是导向自己更擅长的局面 有可能会比那几个胜率 对对对 更容易掌控一些对自己来说 嗯 所以这盘棋是打入 打入 嗯 然后这个黑棋 既然是白棋来打入 那么黑棋就是反棋的 嗯 加击这个白子 是的 这样的话白棋也是面临选择 就要么是跟着黑棋印 或者是抢先在这边动手 因为这部棋确实很大 白棋要怎么攻过来 只要这边分开的话 这部这个子啊 有可能就无疾而终了 嗯 这确实是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棋 嗯 那实战白棋的选择 还是选择先把这个地方动出来 嗯 对 是的 然后就像刘老师所说 慢慢的 就是一边攻击 然后一边 是是是 惊吞这颗棋子 当然现在因为白棋 就像刚才我们说了 微笑不及是平衡的 嗯 既然你把这个跑出来了 那么这边再跑呢 就显得就有点过分了 嗯 不过呢 好歹呢 白棋子跑出来后 因为这边有几个线手啊 白棋这个形状还比较有弹性 嗯 它能获得一个线手 嗯 对 它是先 这个地方定型了一下 哎 这部尖是挺有意思的 一部戏 看问问白 黑棋的硬手 嗯 如果黑棋不走的话 不走的话白棋这一般 这个明显就很严厉 对 在这一场 那么这本身这部 黑棋这部跳就很奇怪了 然后白棋将来 这各种冲断 还有它就竟然跳出来 嗯 这黑棋的形状就 就不太好 嗯 所以这个地方黑棋是有一点破绽的 嗯嗯嗯 那么黑棋实战是补在这里 对对对 如果你要推到这 那就还是稍微不太肯 假如你要扳接呢 嗯 就好像也 嗯 这个形状也不一定有这个单贴好 嗯 就这一下交换有可能是亏损了 对对对对对 白棋的这个眼位也出来了 嗯 所以基本上黑棋的要不能就推着 要不就贴这个 这个拖线还是不太可取 拖线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选点 嗯 所以黑棋是印在了贴的位置 嗯 白棋是不接呢 其实也就是 就是想抢一个线手 然后把自己的眼型走丰 走丰富一点 嗯 然后就是 他肯定是要拖线的 反正是 对 他抢这个大厂 嗯 对 现在就是白棋打入 既然黑棋是反过来加 那么呢白棋一定要针锋相对 嗯 再抢回到这边来 嗯 因为他这边跑出来后 其实已经把这个子给撞伤了 是的 嗯 那刘老师现在好像这块棋 因为白棋的眼型还比较充分 是 嗯 看上去好像布局也 基本上能拆的边也都走的 就是双方都布下了阵势 对 但实际上这部棋 其实这个拖也挺 也是一个很大的东西 你要搬的话 他就先手一挤 嗯 就是说 如果黑棋应该不太肯吧 就是这样 啊 对对对 这样的话白棋已经获利了 嗯 先手便宜 对 如果是挖的话 黑棋想要反击 嗯 那就白棋打了力 看看就是黑棋 问黑棋的印手 那就是反正就断那边 断那边是哪边呢 就是维棋的格言 嗯 黑棋 黑棋要断脚的话 白棋就先手获得一个脚 嗯 这样黑棋要把白棋分段 嗯 对 黑棋分段是要付出代价的 嗯 那这边还是可弃可取吧 嗯 这已经获得了相应的一些实地了 嗯 但将来 比较灵活的一个下方 将来是有一个这样的手段 对 当然了 调停环更看重的是这部尖 就是这个右下 对它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是的 然后黑棋的下一手 嗯 这部棋也是 没有啊 这个不容易想的 对对 这一定是有AI的辅助 才会有这部棋靠的感觉 所以说 呃 现在就是立二拆三嘛 就当时我们学 小时候学棋的时候 就说这个哎呀 肯定要被老师说了 这怎么能让白棋下出这么好的形状 对 但是呢 现在就根据 这个局势发展的不同 黑棋还有等等的手段 比如包括是 如果说底下二漏啊 如果想取地的话 对 还有如果想取四的话 还有上面靠 等等的手段 现在这部靠呢 就非常有意思 嗯 他的用意是什么呢 就他希望 呃 其实他 我觉得他就想这边 交换几手以后 他应该是准备抢到 这个这个锥的 哦 就会攻击这个 要攻击这个 对对对 就我们刚才为什么说 白棋这个靠还挺大的 因为黑棋呢 就是想这边先 再不走的情况下 看看 看看白棋的硬手在哪里 嗯 将来呢 如果走到先走 这不飞 还是很大的一手棋 然后白棋的眼型 肯定下来就没了 对 嗯 所以黑棋也是一种适应手 问一问白棋的态度 白棋你要是退的话 那那肯定就便宜了嘛 将来就跳还是先手 这个中央这个 反正这个子 几乎是不可能再跑了 对 退到这就就就就更委屈了 嗯 嗯 要么呢 就可以考虑搬这边 也可以考虑搬这边 我觉得这个从心情上 白棋还是很想反击的 对 因为退的话 总有一种被占便宜的感觉 而搬的话会强硬一点 所以你退后将来 它跳还是有先手的味道 嗯 然后将来这一不小心这边藏出来 是 所以实战白棋是选择了反击 选择了反击 反下去 打吃 打吃 白棋选择了直接的战斗 对 这个确实好像还是蛮强硬的 嗯 其实也如果说直接搬这个 也是一个选择的一部棋 嗯 这种 搬这个黑棋基本上应该只能借住 对 接住它再长起来 对 这个挺头还是对整个中府的影响 对 影响非常大 看上去也不错的感觉 接下来黑棋是会下什么呢 嗯 两色搬的话它就借住了 对 这样的话白棋也挺不错的 嗯 感觉黑棋的方向并不理想 嗯 但是可能黑棋应该会从这边藏起来吧 顺势 这边有一些纸借用的话 这藏起来后将来这立 还有靠了点 还有等等的手段 因为白棋基本上这是要往外跑的 嗯 就如果说没有这边的交换 本身肯定是要这样 对对对 它这边的话 因为有纸的话 将来这边还靠了点的手段 嗯 这个应该是 对它这个是有支援作用 对 但当然白棋中央的挺头 对这一带影响也是巨大的 没错没错 就是反正就是你得到这边 那这边就要失去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就黑棋呢 可能靠的意图呢 也就是想看看你 先让你出牌 嗯 你愿意要这边呢 还是愿意要这边 是的 那这盘棋 白棋的选择 还是更看重这边的实地 对 还是选择了打了贴 打了贴 嗯 打了贴 黑棋要直接来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啊 这个 其实是动不了 怎么 对白棋 力太多了 力太多了 这个战斗是不力的 那黑棋呢 其实就是通过棋子 嗯 它就拐了一个 拐了一手 嗯 嗯 现在如果你要跟他进的话 他将来自己家 你还是很难受 嗯 白棋有气景的问题 就这个地方好像出起头来 对 不是很顺着 而且这边有各种各样的借用 其实黑棋是通过棋子 其实它目的呢 最终还是要在那边 做文章 对对对 将来你看 我们黑棋之后 这有一排 这边还有各种线索的话 真的一破眼 这白棋这个地方 非常 一下就是觉得 不好处理了 就变得危险 嗯 对 那么白棋 所以实际上也是 把这个地方的毛病补掉 补掉这个 嗯 然后黑棋是飞 飞这个 对 白棋跳 飞这个就是可能更看重 你的触头不太畅 嗯 如果走在打一个 它肯定也是跳 将来白棋 简单一跳 就跳出来了 嗯 这样的话 就是你至少 还要把 要卖一下 才才能出来 是 然后交换完这几下之后 嗯 它再先搬了一下 是吧 对 搬了一下 嗯 然后是选了这个 哎 对 现在可能跟刚才 呃 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刚才本来有线索啊 现在呢 就 黑棋因为这边 这个头呢 也不能说是完全封住 但是半封住的一个状态 就没有那么厚 对对对 所以现在如果说 搜根的话 它可能觉得对这块棋 没有那么有把握 对 它就是白棋要 将来要出来的话 嗯 这就有点 说不清楚 它可能中央的潜力 可能就就没了 对 因为如果白棋 轻松的扬长而去的话 嗯 那么黑棋这几手棋 其实在实地上 还是有点损的 对 嗯 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新的策略 就是经营中央的潜力 经营中央 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呢 看起来 云云云云要封住头 嗯 那么这边呢 将来还是可以 继续来压迫这边 这个打死线索嘛 是的 然后呢 希望把这边再封住 那么呢 黑棋这个中央 看起来就 就挺大的了 嗯 所以 不过呢 这个 反正 俗话说高手在封嘛 就是像他们这种 顶尖高手 其实对中府的掌控 我觉得是特别的显示水平 嗯 要去围那个中府的空 其实是还是挺难的 因为那个 头太多了 对 透的风太多了 是的 而且这样的交换 其实跟刚刚刘老师推荐的这种 就其实时空上是差很多的 所以下这种棋 也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 对 像白棋实战一飞 这个局部 基本上是活了 基本上活了 嗯 对 那么黑棋 接下来 黑棋 那就是贯彻 他现在要准备 进行中府的策略了 是的 对于说看清所有的边角 那么把胜负压在中央的这个 这块模样的经营上 你别说你从江卫杰这些手段来看 你看他其实这个 这半棋放得很开的 我觉得 就是真的就像刚刚采访之前说的 他就是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 拼搏的角色 是的 来去面对朴婷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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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婷 毕竟是之前八年生了 对 所以确实虽然江卫杰也是他们队内成绩最好的 但是一个是他的历史战绩 再加上对面毕竟是还没有出气 对 所以他也是 还再加上他们队伍的成绩 是因为是一比三 对 也是比较落后 所以他完全就是放开手脚 放开手脚 对 所以能感觉到今天他的状态还是挺好的 对 从这个下的那个直接招法来看的话 我觉得他真的是 反正心态还是很好 是 这跟在清化毒素也有关系 看来这个学府啊 对于我们骑手也是很有帮助的 那我们来看 接下来那么白鸡 白鸡是选择从这个地方出头 白鸡要如果直接靠出来的话 应该是担心黑鸡 黑鸡从这 对 这样的话当你如果把这边损完了 担心 你再去吃这个饺的话 就有点小了 就是算了 那他就是肯定黑鸡就算了 所以他得先问一下黑鸡 这样的话 黑鸡如果还走外面的话 这个地方是个软头 对对对 因为他这 而且他这个是线索 基本上 刚才那个形状 他打接死了 他可能黑鸡先手打 可能他就往外面更大的地方走 是 那现在呢 总的线索提换 这还有叫吃 如果你要接到这样 那这个将来这个这一跳 还是有点破绽 就顶出来了 对 所以他先挤 这样的话 虽然损了一点点脚上的味道 对 但是他能够靠 对对 能先手靠着一下 那黑鸡这个搬也没什么意义了 搬他一退 这断还是先手 是 你再贴那就更那个不好了 他断先手的话 他还搬出来了 对 这个 就跟着走 就越走越糟糕 嗯 那所以 索性还不如直接就单退 这个呢 就是像在这种局面下 我觉得还是值得很多 我们可能收看我们节目的一些企友们 要那个隆重的说一下 就在这种地方 看起来搬一个很舒服 对啊 但实际上 他是先手 对 实际上你搬完后 反而亏了 将来你这个断 白鸡先手 就看成这样 对 你要接的话 他这 你还要放着这个 如果立的话 就看成这样 那么你断在这里 反而被白鸡有各种各样的利用 嗯 其实并不好 就还不如就直接单退一个 不给白鸡任何的利用 嗯 对 这个地方是我们值得学习的 值得学习的 嗯 对 然后白鸡先手的 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一点 这个头以后 他再回到这边 对 这毕竟还是大嘛 嗯 不然 是 所以白鸡也是刚好跟黑鸡针锋相对 既然你取势 那么我也是踏实的 一步一个脚印的 是 把这个边控都站住 对 对 这个这部棋 白鸡又抢到一步很大的实地 哎 看起来 这个应该也不小了 对 现在呢 黑鸡你要从实地上来说 白鸡这条边 脚夹边非常大 还有一个肥脚 这边呢 还多多少少有些木属啊 那个脚上 黑鸡呢 能看得见的是这一块 那么呢 这中斧呢 需要成多大呢 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但是呢 如果成的小了 感觉上那个贴木 因为白鸡这块确实是还是挺肥的 嗯 是的 而且 看上去就是黑鸡这个口和这个口 现在 对 无法兼顾 对 好像两件事都很关键 但是显然还是这个头比较重要 因为你要白鸡就要先手 先手一出来后 那么呢 将来这几颗纸 到时候反而这有可能成为白鸡那个利用的目标了 嗯 是的 就变薄了 所以黑鸡还是先把这补住 然后白鸡啊 在这留下一点 啊 它这个是如果说黑鸡要冲的话 它应该是准备 是准备靠这个 我觉得 嗯 这样我首先不能拐 我的气氛 也可以 拐的话 它冲这个 我打一下 接住 这样回这个 嗯 打吃 跑出来 哦 那么这个好像 有点 黑鸡也只有 可以想冲这个 嗯 但是这个 这个白鸡这个下法还是很多 白鸡就算长这个 好像 嗯 它是可能马上再补这个 对对对 它这边有很多利用啊 是 感觉黑鸡自身也不是很好 对对对 嗯 白鸡直接中间直接来 来 就洗活了 闹事情都可以啊 是的 因为这全是线索啊 这各种线索 对好像马上就顺势要连上了 对对 这只要中间洗出来一块 那黑鸡这一下就全全空虚了 对 就前功尽弃了 前功尽弃了 这样应该可以的 是 风险太大了 对 那如果挡住的话 白鸡先去吃一下 这样 这样可能 这样的话 它可能也是要贴这个 嗯 这个反正 它中间就开始 你要打这个 是不是就这样 嗯 留下了很多的头绪 很多的味道 是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白鸡下的比较巧妙的 嗯 先问一问黑鸡这个地方的应手 对 是站还是选择的班里面 而且它可以随时在动 现在也不着急啊 对 它等于还是 黑鸡更侧重于这一带的后报 没错 没错 嗯 那么呢 现在是黑鸡 这个头就不能被黑鸡再封住了 白鸡肯肯定是要出头了 对 白鸡在出头前把这定型的一下 交换了 定型一下 对 然后再废弃 然后再废弃 嗯 是 那看上去好像黑鸡的这块控 也不是很好 不好围 对 就中复 要围中复确实是蛮辛苦的 对 因为如果说简单的这一线的话 那么白鸡就算是进去 好像黑鸡最后 其实算算总账 这个收获 对对 也要是围这点的话 你要是围这点的话 他从这进来的话 其实你这边也没了 嗯 我可能再在这一带去围中复 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拐或者顶或者是尖 总之是补断可能是最容易想到的 这个尖它反正就退 其实不便宜 还得补回去 对 那他是这样的想法就追求比较高 他想先去问一下你这两颗棋子的毛病 你就说如果你要尖的话 将来他这明显是有个冲的 嗯 那他这时候他是顶还是拐 然后再说 对 这样总之他等于是 给你这留下个毛病 那么如果你再围的时候 这边就欠着半手棋 嗯 这还是一个高级战术 RZ打 对 那么黑鸡应该是要反击的 我觉得 黑鸡是靠出 正常 正常可能也 应该可能也是 应该走在这里 估计 就是如果要硬的话 嗯 要不然就像他实战这样 对 这个尖可能是不太好 嗯 对 实战等于是 哎 双方是一个转换了吗 等于是 对 把一起抢一个身手以后 把这个冲掉了 他的意思觉得 这两颗棋子非常大 哦 他没有破中央了 对 这个中央这个 出头也很大 是 本身这样顺势的往里 就就跳出来了 没问题 嗯 这样可能黑鸡要拐这个吗 对 黑鸡 既然你要走这边 那很 那可能这边有点先手味道 是 如果说白鸡还要 无论是怎么 再补一个的话 那么这个价值好像先手 嗯 那就这样的话 黑鸡如果这边获得了一定的实力 你看这个吃掉这个时候 获得了十几目 那么 他就不一定 要强行去围中央 那可能就 转而去收官了吧 对 因为这边黑鸡 还有几的这种味道 应该说 在下面这条边 黑鸡已经吃到了最 效率最高的一个状态 你出出一看就 史莱姆 还是挺大的 嗯 白鸡实战是先把这两个字 冲掉再说 可能是白鸡认为 这个先吃掉这个 然后这边中间呢 依然还是有很多的味道 嗯 对活中央比较有自信 那这样黑鸡当然相应的先搬住 那肯定的了 是的 然后白鸡搬 就是现在问一下你的应酬 对 你要是松懈一点 比如说走外面 那我可能这边是不是 就是也有一些别的下法了 不这个松懈啊 其实反而 有可能留下更多的 因为这个反而是有很多味道 因为我们刚才说 这个打着打着先说 如果我现在再搬的话 我感觉那这边就 肯定白鸡是有组合权的 呃 这边 哈哈 也不一定哈 嗯 不知道就是吃之 啊 就是次序上还是 也需要组织一下 确实确实 也很难说 嗯 这样也不是很有法 但是这地方如果先松懈的话 至少白鸡这种肠 有可能先手破掉一点空以后 其实它看起来 它是想松懈一下 但实际上白鸡出来以后 反而不好走了 嗯 就是你发现会 你想就软一下 结果它反而是越来越糟糕 对 就是 对手可能 上进一步了 对你没骑下 你跟它贴它 跟它走 没骑下 这边有很多的借用 嗯 是 所以还是算了 江文姐说 全部留下来吧 对对对 选最后 干脆就全部留下来 那么呢 这个地方呢 把 朴槿华既然搬这个呢 他一定想在中府来闹事了 不能 不能自己全死了 是 而且就是假设 如果说中府 现在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问题 黑鸡这个中府 加这个来 还是 其实还是挺大的 是的 所以这盘鸡肯定也非常好看 接下来肯定是 白鸡要在这个地方洗活 对 中府的工房了 嗯 对 那么黑鸡要怎么来吃白鸡 我就是先点一下 然后打了贴 就是直接从根部就开始了 哎 因为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啊 就是如果你要跟它硬的话 它其实这顶子先手 对 它这简单的一般 我只能冲这个 它这一冲 是 那这用 这是先手 这边已经 这边已经 已经出事了 就是 嗯 有各种事 是的 所以 走完它还可以接着贴你 对 这个地方等于对 黑鸡是先手 黑鸡要补在这 对 黑鸡现在不能再跟它硬了 跟它硬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越软 其实它 事越大 是的 就第一时间 对吧 这个防护 这个搬太严厉了 嗯 那么白鸡能够吃到这一下 但是这部鸡好像是不是有一点那个 草率 我觉得应该像是一部熟手 嗯 因为刚刚刘老师说了 其实这个地方白鸡 现在可能走不到了 现在可能走不到了 现在可能 现在黑鸡白鸡 就是拐拐丝或者怎样 这应该走不到了 现在你而且这边都全损进去 对 就是这地方也有关系 它要走就直接走 直接压 直接手 这样黑鸡 如果长的话 长的话它现在呢 就对 不一定要 长一个是本手 长了它不要交换这个 哦 直接压这个 是线手 哦 这个对它眼型会很有帮助 是 如果说是看成这样的话 那么这颗棋子 对 那实际上你看这个断形 是打线手 基本上局部都快活了 是 就跟它贴 嗯 看上去其实白鸡中央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宽空间很宽空 这个我觉得这个不可能能杀得了 白鸡在中间这个闹出事来的话 这黑棋还是就比较辛苦了 但是黑棋也有收获 将来自己走 给把这两个子给吃回来 对 就是说他并不是说 没有收官的可能 是的 那实战的话 白棋等于是比较快的 把这下打掉 所以跟梁老师 跟梁老师的图相比 就是说这两颗棋子的位置 对对对 这个应该是一个熟手 因为这时候你想打 就随时打 是的 我觉得他只能说是什么呢 只能是说担心黑棋藏这个 但藏这个白棋不用担心 白棋是个贴纸线索 是 我们其实可以看成打掉一下 这样的话 其实黑棋是很痛苦的 因为黑棋 从最痴气的一方 是不愿意让白棋子 这么厚的下的 如果这样的话 好像应该还是比较轻松的 就中间坐过起来 对 那如果黑棋直接缩回来的话 看上去这个棋形 也完全不比这样要差 白棋 因为这样 这两颗棋子有点薄 对 而且将来这个接受 这个味道也是非常坏了 白棋中央 依然还可以各种线索 这样我觉得白棋 就直接压过来 应该做活对 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是的 但是这样的话 白棋就下的比较简单 它是都走掉 然后就加 我觉得 现在不能像刘老师 他当然可以的 但是就是说 黑棋肯定吃 就是他就剃掉 接下来下一步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说白棋这个仔在这 那么就好过多了 对 现在确实是有一个 自己棋进的问题 有通的棋进 如果你自己再去接的话 就 黑棋是不是往外搬的 他可能是要强行点进来的 对 要杀棋的 是的 嗯 嗯 所以 接下来白棋是加的 嗯 但是你加完后 黑棋肯定是要接着这个 就是这个 嗯 那这中央的一下子 这个厚薄一下就看不太清楚了 对 白棋长 黑棋跟着贴 嗯 这是白棋的先手权利 对 可能我认为 朴廷华就觉得 我我都是先手 然后我这这怎么再贴一下 对 我觉得是不是 可能他再看觉得 哎 这白棋的眼型啊 太丰富了 而且而且是因为什么呢 他这有斑有顶 他这全是先手 对 就是将来这个段是先手 然后呢 中间这黑棋并不厚 这边也不厚 本身他就眼型就有嘛 他叫还出来的话 如果说你 如果说没有 他因为他们应该是 这个时候可能 我觉得应该是 有可能进入股苗 进入股苗不远了 嗯 如果有时间的话 他应该是没 对白棋这个至孤 我觉得白棋还是把握 还是蛮大的 对 因为这盘棋的格局 确实能感觉到白 呃 黑棋的包围圈 还没有厚到那个程度 对对对 再加上中央的这个空间 感觉上还是 更看好白棋做活一些 没错 因为他这还有很多的 那个什么借用啊 是 但可能 是站 我们因为也看到 后面一点的进程 就感觉白棋的处理 可能有点过于简单 对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等于说贴完一长 然后黑棋是选择的 是点这个吧 呃 黑棋先交换一下 看一下 吃这个 呃 也在那个之前 可以 嗯 啊对 这是刘老师说的 点这个是吧 好像这部点是很犀利的一个 就要不要 这部点就是准备要吃龙了 嗯 我们刚才才说完 江卫星力量很大 是 是 他这个确实是 他这而且像像是一部要点 一下子就暴露了刚刚刘老师说的 就可能这一代白棋处理的过简单 过于简单 过于简单 这边好像留下了一些气景啊 然后的一些毛病 因为我觉得朴婷婷肯定是 他肯定是自己太过于乐观了 我觉得他应该是 下到这也觉得这个权到处都是先手 他觉得应该 活气不是难战 自顾起来应该很轻松 对 这个当发现被黑棋点的时候 其实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这么容易啊 是 而且我觉得到了这种最直线的攻杀的时候 我觉得 江维杰九段应该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 对对对对 他是他的强项 是的 可能这个时候朴婷婷在相对来说 纯计算的攻杀上 并不是他最擅长的 嗯 对 那我们看这一点 直线攻杀 白棋选择的是拐这个 拐这个 拐这个就是 反正他这个顶线索嘛 将来这一般就要出事 那么黑棋肯定要先把这个防掉 嗯 这是他的线索 对 然后就靠这个 所以就一看 就是将来呢 就这个顶还依然是线索 然后呢 白棋黑白棋还有很多各种靠啊 这个弯呢 对 如果最有有籽的话 他甚至还可以这样 嗯 因为这个籽对这边是眼型是有关键 你看 对甚至还有这种下巴 还有冲过来的可能性 对 对啊 冲过来的话 黑棋可能不能吃这个啊 这个接受 那这一段吃 那就那就出事了 是 那他就有眼型了 你跑也没用 他也贴线索 对 这样是不行的 那那你在冲的时候呢 黑棋是要单冲这个 嗯 所以这样白棋直接来 可能还不见得是说一个 对 白棋可能也就是只能收获一个 还不太好走 就是气还很紧 哎 但是可能有一只眼 可以 想收获一只眼还是没有问题的 嗯 对 是的 那就是说 如果说你这边能获得 这有一个线索 能获得一个线索眼 那这边就能获得眼型 对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的话 白棋是贴了一下 就是做大眼型嘛 对 但是这一贴之后 就是对这边的眼型 肯定是有一点损伤 对 本来刚刚 这时候你白棋 黑棋本啊 这是虎子线索 对 这边气有点紧 嗯 虎线索 然后他这边基本上是个线索眼 对 这个如果你走外面的话 这里可能又有 对对对 就是眼型就全出来了 对 但刚刚 所以这个要杀起的 尝试必须要下的 对 那刚刚刘老师介绍的 比如这个顶顶都是线索 但黑棋这儿有一颗棋子以后 好像白棋想在这里做出眼 那就就完全不同了 对 就有点困难了 现在我们刚才看到是说 这有纸啊 是怎么着冲掉 这个可以利用黑棋气紧的一个情况 嗯 然后看看这边是不是有一些手段 嗯 现在好像 现在 黑棋走 白棋 现在就是我们就直接就下最简单的啊 这样打湿要长 不能不能长 不能长 就走这样 对就冲过来 棋的话他就冲 就是说几步如果这边没关系的话 是做不出眼的 你只要他挤进来 对 那种他就点了一个 嗯 是的 他这黑棋这边厚的话 这边还是做不出眼型 所以等于说白棋在这一代的定型之后已经让自己外面作严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了 所以白棋现在的焦点是首先中央局部的眼位和有没有可能跟下面的黑棋进行一个对杀 这是现在白棋的一个指望 而且他因为要用这个手段呢 还必须有这个有线索 嗯 那我们看他首先是先虎这个 虎这个是希望黑棋冲这个 嗯 让他一挖 那如果你打吃 打吃的时候就全打结了 对啊 那打结的话 打结不 关系这个打结 白棋这个结材很多 是 那黑棋是不行的 但如果别的破眼的话 看成这个顶先手 这就很难破了这样 嗯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冲并不是最好的下法 冲不是好下法 那么黑棋是怎么破眼的呢 黑棋 哦 我觉得这个地方确实是姜维杰很强的地方 还是断上去 哎 断上去下一手要冲过来 哦 所以白棋是不能补这边 这马上要冲 就马上冲过来 对 那白棋如果收气的话 那只能收气 就是无论收这还是收这 都是一样 他应该是有个靠 哦 就我们可以看到他收这也是一样的 嗯 收这 呃 当然是黑棋可以这么打 嗯 打了棋 哎 哎 可以把它冲过来 但是白棋已经火了 是 这样应该黑棋还是不太 就吃个五颗子还是不太啃的 对 这个手要下更啃的 对 所以他挺的时候 他肯定也是要这么破眼 嗯 这么这么破眼并不好 这么破眼的话 看上去不是 也在破眼 这么破眼 首先他这个接住这个 我要这样吃 要这样吃 那么这边已经有 有那个什么的 那这边呢 他有一个挤 是 这个黑棋的气是非常紧的 哎 这好像 这个 看一下这边有个异 不 他没有演的话 他好像往这边拱一手 好像黑棋不是特别的好办 嗯 这样 这样怎么办呢 这样 因为他有这个手段 我们刚才一直说 他有这样的手段 对 感觉上应该走在这里 嗯 但是好像这个线手 已经要火了 那我就过来 哦 我这个不是决心 他这个是决心 嗯 对吧 他这个是线手 对 你得破这个 要不然的话 他这顶了一走就火了 对 基本上 然后再 比如说挑这个 嗯 他这个还是线手 反正这个 是 这样的话 感觉 嗯 白棋因为中间气也很长 还有下面这一袋 可能 下面因为是 这块死活没关系 之后他基本上 就算黑棋这 这块是火的 他这两个字 他可以线手吃 嗯 那么呢 就会涉及到 这就有点复杂了 比如说 要是走成这样啊 对 打个比方 哎 但这样我就火了 这样我一冲就火了 对对对对 那他可能还得先走这边 然后这个 我不知道 我这个线手 哦 这倒不是决限 但是 但是不是 就算不是决限 就从这出来以后 是不是也有点 说不清楚了 嗯 或者 拖一个 质感上 质感上 就黑棋 就黑棋有一点 也挺 但是也挺复杂的 也很复杂 或者就撒贴一个 撒贴 撒贴有一点 是不是可以先 黑棋 钉在这以后 先把这个 那这个是这个是先生 让我先走掉 嗯 这个是先生 先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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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走这个 嗯 也不一定便宜 都是 好像定型也差不多 原来就想 是不是先走几下 眼型好像也 差不多 嗯 反正他也只能走这个 一次你接就活了嘛 嗯 你都是命名型 我也没办法 对 是的 嗯 不过但是这个确实是 一转到下面来 就也就 也不好说了 嗯 而且甚至 白棋如果这下面 没关系的话 他可以还可以 用这个扳 他不一定要用这个挤 对 如果扳的话 对中央的气就更 这就气井了 嗯 所以就好像 白棋还是 就是说这个土的话 黑棋不是很有把握 所以 但这个时候呢 江文杰已经看到了 更严厉的杀招 他是靠在这儿 这样的话 好像黑棋的气会好 对对对 对对 放在这里 这不靠 应该是一部要点 因为说 白棋打这个的话 黑棋就冲这个 嗯 这样 局部来说 这边是死气 白棋这个顶时先走 啊 就算是 嗯 那他是 如果你拐的话 被我一个 正好一个挖车 嗯 是的 如果你走这个的话 我就冲过来 没错 对 好像也是大同小异 因为你拐我一粘 就还是死气 然后这样的话 这个图其实跟我们刚刚相比 就黑棋这里先送一气 嗯 然后这边也不太一样 所以 这个地方好像 我看靠上去之后 白棋一下子就 一下就不对了 对 就停下来了 就是可能 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忽略了 就是黑棋这种 断完靠的这种 犀利的手法 这个这种大型死活啊 就在这种地方 比如说他 点的时候 确实是 如果加上读秒 本来如果不读秒的话 也需要经过大量的时间来计算 是的 就是因为白棋这个地方 还多多少少 还有一点利用啊 对 不知道比如说白棋 是不是有可能 他比如先在这一代 有可能要到先手的话 又不一样 但这个地方 我觉得如果是进入读秒 在一分钟之内 想让白棋做出正确的选择 也是很难的 挺难的 而且刘老师像实战黑棋 这种巨杀的这种 杀戏手法 其实是比较容易忽略的 对 一般来说 这个地方可能是需要 先尝一手 对 是班一个吗 还是怎么样 可能我们的惯性思维 会先想这种缩小眼卫的招法 对 缩小眼卫 然后说 团这个 再尝这个 对 这样子 顶住 接住 好像黑棋还是得靠锯杀 还有 那这样不行 这样是先手了 这样黑棋好一点 这样白的反而不好 那白棋最好的办法 那白棋其实被顶的时候 也不是好 就是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 没有什么 白棋 白棋如果直接好 白棋直接好便宜 关这个 明天有单间 这个我也不是 我走这个 这个也不是说 这器还没紧到 现在 这器没紧到可能 不一定有什么 有什么关系 但是它总是有些借用 实战的话 反正就是比较命令型的下反 对 没有给白棋过多的选择 就接下来的进程 白棋几乎就没有办法 对 就是这样子 这个基本上在走 实战 对 实战是走这个 那么 等于说 它单拐 它先保留这个 它是还是有点作用的 如果我沾上 你沾上的话 它是先走一般 那它把这次 这下面就进去了 所以冲的时候 黑棋有一退 黑棋只能退 到时候 就现在可不能走别的 这一挤就 就死掉了 只能退 这样如果白棋挤 那它就沾上 然后如果白棋断 黑棋把下面 对 走 刚好 刚好 这样所有的全部都死进去了 是 所以等于是黑棋 退一个 那白棋现在呢 只能冲这个 对 现在说 白棋现在 靠这边是没有用了 哦 就只能靠下面 对 你这样往走的话 黑棋就跟它里印就行了 嗯 现在完完全全就得靠下边 是 走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 对 而且因为这个气没紧到 刚才咱们不是有冲的手段吗 对 对 现在这个气没紧到 这扳都不成立了 扳它直接 不行 扳它这样 这边松衣器 还是有差别的 有差别 你打的时候 它是可以走这个 你看 嗯 那如果你走 哎 这个 这个 沿得出气吗 尖 好像也 尖被尖 对 这边 还是挺妙的 这样等于说 黑棋不要把这下损掉 这应该是沿不出去 它就打一下 这样一打 就再一冲 对 打开一冲 反正就两口气 黑棋有三口气 如果你贴这个 黑棋这一扳 对 然后我尖这个 扳了这 这一尖 好 哎 这个顶 再没有 对 顶可以走这边 哎 但我单吃 单吃就不行 对 这个时候一定要打到这边 还是不行 还是反正就是生好了 你看 插了这口气 真的就不一样了 对 所以白棋最后的指望 就是下面这个地方 有没有可能 对 这边是 这边已经连这些都整不动了 嗯 就是说上面的路 已经堵死了 堵死了 现在看看下面 白棋还有没有什么 挣扎的余地 白棋 简单的对沙 肯定是不太行 对 简单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挣扎这一扳 这就死了 这个计算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还是比较简单的 嗯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是扳粘这边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嗯 那白棋怎么办呢 白棋现在 白棋只能扳上弯这个 哦 因为现在黑棋点的话 这边的气 来不及 是吧 就就做这个 嗯 嗯 这样就 这边的对沙不行 所以黑棋还是得倒 那白棋 那白棋如果普通的作业 那白棋如果普通的作业 这边一粒 对沙还是不行 所以白棋这个时候没有办法 也是用了一个苦肉剂 就一扳 就是白 白棋这个是 呃 扳了弯是一个唯一的抵抗的手段啊 现在就是黑棋要假如你要是 走这个人的话 走这个的话 他反正这个也是也是个打结 也是个紧气结 也是个打结 嗯 这样反而成了紧气结 对 实际 他一打 对白棋不能走别的 白棋这一粒 他就完蛋了 嗯 他必须得靠到斑了作结 对 那么呢 这个结呢 对黑 对白棋来说比较痛苦的是什么 它应该是一个缓气结 是 而且这个结 因为一旦黑棋削完以后 就这边损了 就撞上了白棋的大脚 对 是有死活问题的 现在我们来看啊 就是将来就是如果说 呃 白棋作结以后 一旦这个结 就算白棋打赢 他不能结的 结的话黑棋可以吃这个 再做个演 对 你要是吃这边的话 他就这拐作活了 哦 你要走这边的话 他的蜜就正好杀一气 这个杀一气反正中间就全死了 所以白棋只能开上去 对 那么就成了 就是环气结 嗯 这环气结跟紧气结还是差别很大的 就是说打成紧气结的话 这还真的很难说 对 白棋利用自己的本身结 对 也可以在这边连走两手 但现在的处境是 黑棋首先可以先提着结 然后白棋等于说在上面 如果说把自己最宝贵的结 他用完之后可能 现在现在不是 现在这个不是结了 他这提着脚上全死了 白棋因为为了去撞 要活这块做个结 把自己的气全给撞紧了 一旦这个被白棋黑棋提起来 那么这边加一加一手 这个脚全就全死关了 是 那么这让白棋吃这个也不行 对 而且我看后面的进程刘老师 这个地方黑棋居然还有好几枚本身结 有三枚吗 是 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打结 对 现在是 等于黑棋先提结 黑棋先提结 白棋吃这个 白棋只要依靠自己的本身结 对 然后黑棋呢 也找本身结 也是 这也很愉快的本身结 这太舒服了 对 提 那么白棋没办法 白棋还得接着冲 冲它挡上 提 黑棋的结找的是真的舒服 白棋也是 这一枚 现在我们我们关键还说 对 现在关键是这种形状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说这打完是一个缓气节 它并不是一个紧气节 这时候白棋就就很头大了 白棋在这边也没有结材 这个利应该是个结材吧 嗯 对 对 但利的话 这个会非常损 黑棋还可以就跟它运 是 所以在打吃的时候 白棋呢是没有马上沾 白棋是先靠了 它这应该是要准备造结材了 对 现在我们我们其实说啊 就是白棋的本身的结 如果找小了 黑棋其实就消解 把这角刺了 也够了 嗯 所以白棋先靠的用意就是呢 黑棋现在毕竟没有一手 把这边吃干净 就算如果你要提这个的话 它至少离过角是火棋 嗯 对 那么呢现在找黑棋跟着 就跟着硬 对 黑棋冷静的跟着硬 嗯 是的 然后白棋 然后白棋 白棋 那看来这个有点像独秒的 嗯 它先立 先立是什么意思呢 嗯 它难道觉得这个不是结材是吧 哦 那就是说 它担心 如果是沾上提立 被黑棋消解 它吃这一点 黑棋把整个这个角吃掉 嗯 它是不能满意的 嗯 不过 但是就算黑棋还可以 就算硬也无所谓 把它硬完 就黑棋也有结材 黑棋这打应该也是结材 哦 因为是缓一期节 对啊 缓一期节 你要找别的 在这边就全没有结材了 你要如果现在开上来 那么你真的就没有结材了 是的 靠着吃这个是没有不顶用的嘛 嗯 对 而且就算 当然是黑棋如果就吃这点 还是 对 去那一点的话 因为白棋如果能把这都吃到 那白棋还可以 收获还是很大 对 对 所以那么白棋总之是先走了一下 哎 但白棋确实 白棋这个确实是不是结 这个我们是比较 对 确定的 它这个所以先交换 要把黑棋走重一点 对 这个我们知道 可能也是利用这个打僵的时间 这个比较还在接触 对 然后这样的话 它经过造结 这个冲 那肯定就是结材了 因为如果黑棋销完这边全部战死的话 那它就直接就是盖住了 嗯 所以黑棋跟着硬 这边还是有用的 接住还是有用的 嗯 不接的话 人家这边还有活棋呢 这有野 嗯 但是这个白棋我们刚才说了 你是有劫材 但是因为你是缓劫材 是的 所以 走完以后白棋提接 我们看一下黑棋找什么劫材 黑棋就立一个 那意思就是我接下来万节不印了 对 如果你开 如果白棋开上来 因为现在这个不是结材 对 你找这个 这个不是结材 我接你盖的话 它这个一挖吃 嗯 应该是吧 对 住在不挖吃吃这个也行 对 而且白棋没什么气 就刚刚刘老师那个图也是没有问题 那如果除了这枚节以外 好像这边这俩也没用 这俩我一提 就白棋如果找这个节的话 这边也是刚好冲断 嗯 那所以确实就是江英杰看得很清楚 那现在就 你开完节提完后 这两边都要死了 对 这必死一个 必死一个角了 等于全排没结 嗯 必死一个角 对 但是没有办法 机关全排没有结 白棋实际还是开上来 白棋从这边开 啊 这个会好一点 就是你如果说结打输了以后呢 这个脚上还 还有点活气的希望 对 但是我们看 那这样的话呢 白棋 啊 就找这个 能吃这个 啊 可以吃这个 对 用这两个先说 不 但是好像 白棋提了 把这个跳死 是不是也够了 是 我们看他接下来 一提 白棋吃了大概 二十目 二十多一点 嗯 哦 黑棋 还可以先说这边 好 那这应该只能挡上 那他应该是加这个 对 这局部是什么 局部好像也没火 这样 我站在这 好像也不火 这样 嗯 这样摆的不火 不不不 他应该是要 从这出来 那我是不是站在这 对 我站在这 把您冲断 冲断 这好像也没什么 应该也没什么 特别大的作用 嗯 好像没火 白棋 他冲过来 冲过来 嗯 嗯 冲过来 好像就吃掉了 是不是 对 而且我就跟着硬 是不是 一段 我就吃 跟着硬 他这个退出先手 他就搬 是不是 从这边来搅 对 还是您吃一个 对 这样比较清楚 对 好像也也不太行 是的 不过我觉得 这个好像黑棋 就算收拔收拔 把这个跳了 应该 对 就是好像 比如说黑棋 就稳定硬住 然后你补活的话 我再把这吃了 好像也不太有胜负 嗯 确实还是中央 应该说 吃掉以后 就 没事 我们看 好 我们在后面 站 是这样 黑棋靠的时候 白棋是 白棋挡在这边 先把这做活 把黑棋 黑棋刚马上 黑棋就冲掉 应该 对 然后把这个地方 这会就加一手 那应该就结束了 这个黑棋是快太大了 嗯 是 然后我们看他还继续了几步 出来了 对 对 没用 断是吧 就断 对 这个打就打死了 是 因为这是一个接不归 就看起来白棋可以 这是先手 对 那白棋如果连这边的话 黑棋就走出来 对 就行 嗯 最狠的 哦 对 吃这个 不不不 这个吃了 这个 这个只死了 嗯 那就是这样 我打掉这 打掉了 吃了 然后一拼 嗯 这样就没问题 对 嗯 所以说 进行到这部团的时候 嗯 就是白棋一看就不行了 哎 那我们终于是打破了这个 朴丁环的不败今生 在我们这个常规赛的第二阶段 对 现在就是他这个三中队的主将战胜成都队以后 那么呢 谁晋级 现在还不好说 是 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 那在下一盘介绍的时候会给大家来报一下这个成绩吧 是 那而且刘老师你知道就我看今天这盘棋 其实我觉得就中央白棋肯定是心心理上就觉得这棋应该死不了 所以从他招法上看感觉他肯定是 嗯 应该说低估了黑棋对自己的就是自己棋型的弱点 对 他因为他对自己这个可能这个自顾能力太乐观了 也是低估了我们姜卫杰直线攻杀的能力 但是无认怎样这番其实就尤其中间是攻防 我觉得 呃 因为我们现在时间关系现在还无法研究的很很透彻啊 嗯 呃 但是所以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精彩 而且变化非常多 是的 那刘老师你知道最近好像胡耀宇老师出了一本 新书 新战 对 就是叫新战呢也是描写就像顶尖棋手在其实棋盘中 就他从自己本人的视角或者说从旁观者的视角去解读一些顶尖棋手的对局 然后所以这本书也是刚刚到货 好好拜读一下 那其友们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我们的天元围棋公众号的围棋商城 同时呢 我们现在2021年就新一年的围棋天地也正在争定过程当中 所以感兴趣的企友们可以到我们的商城去挑选一些精美的棋具 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书籍 嗯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盘第一盘主将战呢 就先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稍事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带来另外一盘对局 一会儿见 稍事休息一下